当这起荒唐的误求事件 联邦弃毒署要负很大的责任 冬生新闻现在就电话连线给南加州的刑事律师 许志明请他来为我们分析 许志明您好 您好 您好 请问一下针对这次的事件 当时气毒署已经决定要将这位含义的大学生释放了 但为什么还会把人遗忘在求是 是不是在侦办的程序上面有出现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是的 其实这个是完全人为问题 那当时美国这种警察的警方方面 常常会有种习惯去抓人的时候 是好几个不一样的警署一起去抓的 那这个人为的问题出在于说 今天把人带回去给警察局的时候 结果警察局的人误以为说 另外一个警察局会来去把他放出来 但是在那边当时没有的这个警卫人员 全部都以为是另外一个人会去做的事 结果大家都没有做 结果造为导致现在这个人为的问题 是 大家都没有做 就差点让这个意外发生了 不过万一如果真的不幸关出了人命的话 那么相关单位可能会面临 什么样子的刑事责任呢 要是说只是一个平常的疏忽 应该是不会有刑事责任 但是要是说这个疏忽是可能是应该是有一个人是主管的一个 一个主要管这个事情 结果他没有做他的这个 他分内该做的事 这个会变成一个严重疏忽 那变成严重疏忽的话 就有可能变成我们所谓的一个 involuntary metaphor 就是不是虚拟但是是一个过失杀人的一种罪名 过失杀人 那如果一般被查获吸食大麻 通常会面临什么样子的处分 通常其实在美国以大麻的来讲说 这个这种的处分并不是很严重 只要是个人的这种吸吸的容量的这个以内的话 通常就只是我们所谓的缓刑的方式而释放 然后叫你不要再犯了 但是要是说你的容量可能是8个盎司以上的话 那会就变成说这是贩卖性的 当然这次的误求事件 也让不少家长都非常的担心 尤其现在证据暑假期间 孩子在外面玩 常常会碰上各种的状况 可不可以请律师来教我们 包括这些家长们又该如何来自保 来保护小朋友呢 对 不管是暑期或者是平常 让他们在这边上课的时候 家长一定要特别关心 关心小孩子在外的这个习惯 他们的朋友 周边的朋友 出去做些什么事情 出去哪里 这一定要特别的了解 尤其现在社会越来越复杂了 了解朋友的这个 孩子跟朋友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 要是朋友的关系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家长应该要做好工作 要好好的跟小孩子教导 然后教朋友的这个重要性是哪里 跟这个要怎么去挑选朋友 没错 谢谢许律师 当然家长们如果在外头 一定要留意小朋友的交友情况了 谢谢大家